脖子上都是血 但我也管不了這麼多了 或許會失敗吧 但 只能衝了 為了要救麻油里 沒有別的辦法了 紅蜜奇咬著嘴唇 從X6800輸入設定 有一個過去了 衝過來了 不要使用 別想得逞 衝啊衝過來了 瓶銅男子搖搖晃晃的 走進來開發室 我趕緊從櫃子裡拿出了 未來工具四號機 蝶龍 那是什麼東西 按下開關 那是蒸氣機 嗚嗚嗚嗚 視線整個一片白 看不見任何東西 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那個是瞬間針絲裝置 蝶龍 殺了他們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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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右手感到劇烈疼痛 被擊中了 誰管他啊 之後 白燕的另一頭 看見青白色的光 放電線下已經產生了 青白色的光越來越強烈 腳邊開始劇烈搖晃 黃鑽的起義點已經被開啟 我用手大力的壓住頭套 並蹲低的姿勢 現在要傳什麼 現在要傳電話微波爐 馬尤里 我不會死的 為了救你 我要時空 我要跳躍時空 所以 等著我吧 好劇烈的搖晃 跳啊 我的記憶 跳躍到過去吧 快跳啊 噢 穿越了穿越了 大叫一聲之後 整個世界 跳掉了 跳掉了 噢 時間在往回跑了 形而 形而上得壞時 第六章 metabolism 蟲子 那個墓碑葬的是Maioli的祖母 Maioli從小的時候是個很愛奶奶的小孩 因為她的父母都在上班 所以她從小就是有奶奶照顧她的 而她的奶奶在Maioli11歲那一年過世了 因為我從小很受她照顧 所以Maioli的奶奶過世讓我也非常的難過 在首林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她一定會哭得和慘 但她完全沒有流淚 只是呆呆地看著奶奶的遺照 長大之後大概過了半年之後 我已經上了國中 就沒有跟她每天一起上下學 但是每一次我在回家途中順道去墓園看看 總會看到Maioli站在那裡 不管是晴天 雨天 Maioli每天都會到這裡 她只是在那 互發意義 只是看著天空 就好像看得見在天堂的奶奶一樣 那 手中握著老舊的懷條 對於外表志氣的Maioli而言 那是個不太搭嘎的古董品 那是奶奶扭臉她的遺物 Maioli來到墓園的時候 手上一定會握著這個懷條 Maioli 不管我怎麼叫她的名字 Maioli都不會回答我 現在想想 Maioli那時候 可能是處於一種失語症 失語狀的狀態 不只是她不跟我說話 跟她的父母也不說話 一直把自己封閉起來 每一次到墓園的時候 就會感到一種焦慮 墓園裡沒有人的氣息 Maioli就只是一直一直看著天空 我看著她 就一直想再想 她或不會有一天 忽然就飄向天空 往天堂飛去 Maioli給我這樣的感覺 因為她總是認真地專注地看著天空 所以 我為了要拜託Maioli的奶奶 不要帶了她 我也每天會到那墓園一趟 然後 站在天空 Maioli旁 一直呼喚她的女 不管是我呼喚多少次 Maioli都不會回答我 只是一直看著天空 寂靜的墓園裡 只有我呼喚Maioli的聲音回答 那一天 也是下降 Maioli撐著水藍色的陽閃 天空整個陰暗 被濃密的灰色籠罩子 跟雨傘的色調剛好相反 不久 雨停了 烏雲間的 烏雲的間隙間 有陽光射了進來 或是被稱為天使之梯的現象 無關宗教信仰 純粹就是一種很幻想很莊嚴 讓人感覺雲上面或許真的會有上帝存在的一種景象 此時一陣強風吹來 Maioli撐著水藍色的雨傘被風吹起飄到空中 Maioli回魂了 在那之前 一動也沒有動 只是看著天空的麻油嶺 他沒有看雨傘的方向 只是看著天空射出來的光 緩慢地 非常緩慢地 伸出了手 像是要抓一把看不見的梯子一樣 像是要把奶奶把它拉 像是讓奶奶把它拉上去一樣 他墊起腳尖 我在他旁邊看著 他要飄走 忽然有這種感覺 我緊抓住他伸出來的手 然後抱住他 再想想 是我中二病太過嚴重 才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想像 只是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麻油嶺要飄走了 就要消失不見了 我哪裏 我不會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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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口 才感覺到自己講這些話很白癡 讓我覺得有些害羞 有些丟臉 我 麻油嶺 是 我 是 我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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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聲地說了這麼一句 大概已經半年沒有聽過Mayori的聲音了 他的聲音因為哭泣而變得有點沙啞 Mayoshiは人公子なんだね じゃあ しょうがないね 他開心地笑著 撲速速滴流著眼淚 Mayori整個臉埋到了我的懷裡 這裡是哪裡 我是誰 記憶 意識 視線 全部都渾濁 一種像超音波一樣的激流 從腦袋的側邊像擴音器一樣發出了巨響 記憶來了 記憶過來了 頭好痛 是眼球的深處嗎 好像有幾百根針 一直在刺著我的腦袋內部一樣 不過腦是有痛覺的嗎 誒 誒 怎麼了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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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好想把頭蓋骨拿掉 用手幫我的大腦抓抓癢 好想用手指把柔軟的大腦挖出來 然後放到嘴邊舔一舔 全身充滿了各種衝動 我快要發瘋了 是誰 我是誰 沒有壞 好像成功了 剛剛整個人跳掉 整個一塌糊塗的世界 一瞬間用恢復正常 恢復正常播放 像是有電流流過身體一樣 我的身體一直在痙攣 終於回過神來 歐咬咬沒有壞掉 還回來了回來了 我在研究所開發室內 我正把手機放在我的耳朵 站在電話微波爐站名前面 不對 這不是電話微波爐站名 因為他有頭 他有連上頭套 應該是時空跳躍機才對 呼吸好困難 我快窒息了 給我氧氣 就在這時候 我發現自己 正發出了 聲音的聲音 怎麼了 我停止發聲 想辦法吸一口氣 回魂了回魂了 一種紅蓉深處 像在燒一樣的錯覺 我拼命的往自己的肺部輸送空氣 雖然快咳出來 但我拼命忍著 忽然發現自己全身都是汗 從額頭上滴下來的汗 讓人感到煩躁 好想把他擦掉 我決定用右手擦去 我的右手擦去了 額頭上的汗水 身體感覺到有點奇怪 剛剛我的身體 好像比我的意識慢 就好像 這並不是我的身體一樣 好像訊號沒有被傳到自己身體的末段一樣 我試著慢慢的 你眨眼看看 或許是我的錯覺吧 可能是我太累了吧 畢竟這幾天一直都在熬夜 我再度試著重重我的手 這次沒有這種奇怪的感覺了 那是我的身體沒錯 岡部 你聽到嗎 聽到嗎 有啊 聽慣了聲音 我慢慢的回頭 回頭了 看到的是木賴紅利七 他用一種困惑的眼神看著我 怎麼回頭了 急著出聲音 對呀 現在是幾號 他到底是